對 真的蠻有沒有只有下午陪我爸就上班 沒事啊 沒事啊 所以我現在就這種 剛回到家還很累的感覺 我等一下就準時下播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想要趕快去洗澡 剛剛也在想說要不要先洗澡再上播 可是我不想要匆匆忙忙的洗澡 因為我還要洗頭什麼的 就是要悶很久 我想我不要讓你們等 快忘記 我原本就想他有今天要講什麼 但是我現在忘光了 我的天 後天就是 欸 大後天是三週年 大後天 什麼 我是說我等一下要去洗澡 我等一下下播之後就要去洗澡了 我剛從外面回來 我想說等一下下播就趕快去洗澡 現在疫情很可怕 等一下 大家安安 好的 想起來 想起來的事情 就是呢 就是呢 我買好握手揮的衣服了 不行我洗澡很久 你們會等到我死掉 不行 我買好 為什麼換衣服了 瀏海是不是變飄逸了 對啊我現在瀏海都很稀薄 我已經無所謂了 我現在已經 對我現在瀏海都很稀薄 我瀏海沒有什麼太大的堅持 他就這樣了 就讓他這樣吧 然後這是握手揮的衣服 握手揮的衣服 我覺得蠻好看的 我覺得蠻好看的 就是 其實我原本想要網路上面買 所以搖上的道白季球 就是 原本 想要 在網路上面買 然後 可是我看上的衣服 不是 就是 二手社團上面那種 就是 結果 我是賣完了 不然就是遲碼不可 這樣 就是 二手社團上面一直遲遲找不到 我找了快一個禮拜 然後找不到 然後我就 沒有看到特別喜歡的 就是沒有 沒有特別打中我的任何一件衣服 然後呢 我就想說 那我去逛逛街好了 然後就 就逛到了 就逛到了 一件 我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也蠻特別的衣服 對 說一下色系嗎 色系是黑白色系 至於是什麼衣服 大家就期待一下 這樣 我覺得還蠻特別 還蠻喜歡的 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黑白色系 黑白色系 我剛剛就 我剛剛就直接隨便摔一摔 然後 我都沒有看鏡子 嗯 好 上播 所以我不知道 等一下腮紅那麼紅 但是還是蠻可愛的 可以 然後我想起這件事情 就是呢 我上次 上次 直播 不是在講那個 公演的東西 然後我下播之後 我才想起來 我漏講一件事情 今天紅那麼感覺不需要特效 對啊 今天不然下太重 嘿嘿 為什麼安安天氣這麼冷 還可以穿短袖 因為我剛回來 我覺得 現在沒有很冷 我可能等一下 撥一撥 我就會開始覺得冷 然後就會套衣服了 我剛剛出去外面有穿大外套啦 我都穿大外套 所以不用擔心 我也是頗怕冷的 就是 我要來講 今天氣色好好 對 因為我今天的腮紅很重 這是在哪邊比較多 我等一下來統計 我先把公演的事情講完 就是 我上次忘記講一件公演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是跳制服的抵抗 然後制服的抵抗 我中間不是會躺下去嗎 然後這一次呢 我就想說 我每次都兒子 有隻小蚊子兒 好不管他 就是 平常都是帽顏在前面 我們拿那個竹竹送帽子來示範一下 就是呢 竹竹順的是這個 就是 很像制服的抵抗 帽子 所以我就來試看一下 就是平常公演呢 我都是這樣子戴 但是這次因為 就是 這次公演 因為 因為綁了雙毛 我想說 那我來戴戴看不同戴法好了 然後就跟老師說 我今天想要反戴 然後我就這樣子戴 然後就悲劇了 你知道什麼嗎 就是這樣子戴的 這樣子戴 雖然是看起來很像神奇寶貝訓練家 但是 因為我要躺下 我唱到第二段的時候我要躺下 然後結果躺下去的時候 這個就扣到地板 帽顏就 扣到地板 然後我沒有辦法整個躺下去 我如果要整個躺下去的話 帽子就會像這樣子掀起來 然後我就從頭到尾都沒有躺下 我都是那個脖子穿在那邊 就是擠雙喇叭的狀態就是 我不知道側襲人有沒有看出來 但是我根本沒有躺下去 我就 脖子撐住撐住撐住 就是身體是躺著 但是我的脖子撐住撐住撐住 這樣 超好笑 超好笑的 人家在做那個仰臥起座 我的天真的是超地獄的 然後 凌云低頭要把我抓起來的時候 她也笑了一下 我覺得她 我覺得她應該有在別笑 就是因為我那個臉超好笑的 她那個臉就是 超好笑的 對 我就是少講這個 這件事情非常的好笑 就是印象深刻 告訴我 下次絕對不可以再反戴帽子 要乖乖的正戴 因為我還要躺下 千萬不要想不開 趁機訓練腹肌 對啊 充實 緊住阿潘 不知醫生嗎 他應該 他應該有發現 因為我的臉太好笑了 這個應該也沒有人發現吧 我覺得我好像也偽裝得很好 奇怪 我最近那個公眼事故都不會有人發現 對 你們真的有認真在看我嗎 其實那樣很容易拉上脖子 喔你說拉傷嗎 對啊很容易拉傷 但是沒辦法 那個狀況我只能撐在那裡 那真的是超級好笑 我躺下來那一刻才 哇 哇 哇 有人看得出來 我根本沒有躺下去 我做得太靠前了 我那是什麼在剝皮 在削蘋果皮 我拆飲料拆什麼這樣 好的我要來統計一下 剛剛有人問說我這一次 大多都靠左邊還有右邊 那我來統計一下 我看著三週年歌單 統計一下 我要小心不能不太念出來 我就 試顧台 都是 全心爭的 我在 這份 這應該是 你 你 你 i know you 我再来回那个MC 好的 我来看看歌单在哪里 歌单在哪里啊 我讲讲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哦 我统计一下 等我一下 我算一下 这个算在 这个应该算在右边吧 嗯嗯嗯嗯 然后 这个在 这边 这个在 这边 这个在 这个在哪里啊 这个在哪里啊 这个在那里 這個在那里 完蛋 你看 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發現是一半一半耶 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我認真算一下數量 我要把手 手在外面 這樣你們就看不到是幾手 這樣 我看一下 What 我要跟你們講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就是沒有分 就是 我會出現的歌 左邊跟右邊跟中間的曲目數 一模一樣 很酷吧 左邊幾首右邊就幾首中間就幾首這樣 這麼剛好 其實我們在排的時候有稍微 也有稍微注意到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排全圓曲的時候 老師就會問說 誰還沒有去站過左邊 或者是誰還沒來站過中間 就是他會稍微問一下 就是會平均分配這樣 還蠻平均的我覺得 至少我是這樣 就是中間左邊右邊都是差不多 我平均 都平均會去一下這樣 每個地方都來看一點 對 每個地方都多少會看得到 都會看得到幾首歌這樣 而且 而且都是可以一直站在那邊 就是 你不用擔心我一直跑來跑去 我應該差不多都是站定位 因為全圓的歌其實很難走位 就是全圓的歌真的很難走位 因為人太多 然後舞台比較小 就是沒有像運動會這麼大的空間可以走 所以不用擔心說 真的就是我會一直走來走去很難走 應該是還好 這首歌我真的是有點搞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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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總之三週年就是 很平均です 期待你們 期待看到你們 可以看你手滑次數就可以猜到了 沒有沒有 我手滑是因為我把那個圖片放很大 然後我再往下 我 踩不到吧 我剛剛是看圖片 踩不到吧 開 歌單我就不爆雷 這真的是不行爆雷 這真的是不行爆雷 但你過去頑皮 頑皮 而且還有線上轉 線上 線上轉 線上轉 轉播 線上轉播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鏡頭在哪裡 稍微抓一下 我知道 我也知道 線上 線上轉 線上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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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只有一個買理論上 不曉得 還沒有跟我們講 就是不知道會不會跟公演一樣 有很多個鏡頭 不知道 這個還沒有跟我們講 就是不知道會不會跟公演一樣 左邊右邊各一個中間一個之類的 這個我也不曉得 這個還沒有說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也在想要 怎麼分配那個 看鏡頭的秒數 那不只吧 其他人在那邊都有遠的跟近的 對啊 所以我就在思考 到底有幾台 油雞大哥 不曉得這次的便當會是什麼 好期待 期待的是便當 我還在想 我要 就是 我們 集長啊 不是先集長之後再表演嗎 對吧 是先集長再表演 所以我在思考我要去那邊再化妝 還是在家裡化好妝 這個很重要耶 這個關係到底我可以幾點起床 看賣票時的座位置 左後放一個 左後放一個鏡頭 原來也是肚子餓了好 結果是油雞 然後不會有脆皮燒肉 想吃脆皮燒肉 進場從地下室的話 可以現場 不曉得啊 不是 是不知道有沒有時間 是不曉得有沒有足夠的時間化妝 然後再評估一下 我是想要能睡多飽就睡多飽 切黑皮肉 切黑皮肉上的彩彩彩 彩彩超可愛耶 有辦法禮拜五早點睡嗎 好難喔 很難喔 禮拜五我覺得很難早點睡喔 非常難喔 日文念多了中文開始 沒辦法順暢了 對啊 我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你們講耶 我有跟你們講嗎 我看了那個 我好像有講耶 我前陣子把那個輪到你了 追完了 那個我追完了 那個我追完了 我看看喔 書門打蠟燭 MC 看完 看完把我在記事本按讚 好唷 我去看一下 我沒講過嗎 我沒講過嗎 就是我看完那個輪到你了 它是 它是懸疑推理劇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西野七世さん 也有演的那個 Aなたのバーニング 它的原器化 也是秋元康老師 這樣子 然後我就突然 我的Netflix 就一直跑出這次的推薦 然後我就有一天我就突然想說 那我來看看好了 然後 然後我就把整齣書都看完了 忍不住就全部看完了 我上次只有講國王排名 國王排名很好看 很療癒 然後就是我就把那個輪到你的看完了 我覺得那個輪到你也就是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看的懸疑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看的懸疑 它給你很充足的線索 但是你永遠猜不到答案是什麼 但是 嗯 我也不曉得 到底為什麼我這麼聰明 我根本說這時候就是要下來 名偵探柯南BG 因為我 拜拜前 拜拜 它有分兩季 然後我第一季的 第一季的快結束那邊 我就猜出 我就猜出 兇手是誰了 就是這種懸疑劇 通常那種什麼 連遇殺人 絕對不可能 就是絕對不可能 只有一個犯人 一定是很多個犯人 但是 就是這齣戲 就是它 還是會有一個主犯人在嗎 然後我就 我覺得 我覺得結局 嗯 是收尾的有點小突然 我覺得它收尾的有點小突然 但是 整齣戲下來還是 鋪成的蠻好的 尤其是就是那個情感的對疊 我覺得 出事很重要的情感對疊 就是 呃 例如說某個角色死掉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震驚 哪泥的這種感覺 那就是成功的一束 這樣 但是雖然我也有猜到啦 就是 就是 誰會死掉 我大概也都有猜到 我大概是柯南吧 大概是柯華吧 然後 大家最近不是一直在看那個華燈楚上嗎 我就不 我沒有要爆劇情的耶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但是我腦袋裡面也有大概的那個 兇手人選的 我現在就是在 等那個 就是 我通常 嗯 會猜得到兇手是誰 只是我不會特別去深思 那個 犯案的手法 跟過程 因為 劇情一定不可能什麼線索都給你 所以 也很難 真的推理出 完整的犯案手法 可是 大概都猜得出來 兇手是誰 所以我現在腦袋裡面 就是已經有那個 華燈書上的兇手的 那個 藍圖了 我已經有一個想法了 雖然不知道猜的對不對 也有可能猜錯啊 但是我覺得華燈書上有一個很難猜的點 就是 因為他是用 他是用那種 插序法 就是 他講了一段故事 然後又再插入另外一段小故事 所以 他其實沒有給你很完整的線索 我覺得 就是像 像 某些很 其實根本就超重要的情報 就是他第二季才告訴你 那這樣子你第一季猜越久都 怎麼猜都不可能會猜到兇手是誰 就是 他線索給太少了 就是他太注重在情感的鋪陳上 但是其實我覺得華燈書上的情感鋪陳也沒有到做太好 就是沒有 我看了沒有被感動 也沒有驚嚇的感覺 就是沒有什麼情感堆疊 但是我反而覺得就是輪到你了 這方面做的還蠻好的 就是他的情感堆疊做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他第二季後面也有點小隆藏 所以我後面 我輪到你的第二季也是有點半快轉在看 然後最近 對 我突然 我突然就開始一直追劇欸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最近 好像 自從看了漫威之後 然後就開始到處去找不同的劇來看 就是 也沒有一直都在看漫威 就是後來我也沒有追漫威 但是我就是到處看不同劇 就是 我突然覺得自己以前就是都一直在看動漫 然後我最近就 沒有那麼想看動漫 所以我最近就找了各種劇來看 這樣 然後輪到你的對冷凍庫有陰影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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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畫面真的很驚悚喔 天啊 那漫威開始幾部了 沒有就停在上次那裡 適當的放鬆很可以啊 就是一兩天會想要追一部劇這樣子 就是有點像以前很喜歡看動漫的陣子一樣 然後就一直找新的劇來看 對我最近很動畫捐彈 我最近超級動畫捐彈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但是國王排名我還是有看 然後鬼滅之刃我直接就是放置Play 不知道為什麼就沒有動力去點開它欸 不曉得 然後 最近還看了什麼 我還看了 就是Netflix推薦的那個 寧靜海 這邊有人看過嗎 是孔劉主演的 他也是主打懸疑 但是我寧靜海看完之後很生氣 他的評價很兩極 或許有人會覺得很好看 但是那個寧靜海就是 他總共八集嘛 然後他是Netflix原創的 然後又是孔劉 然後我想說 喔那個感覺看預告質感也不錯 所以我就想說我來看一下好了 然後我就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 我很努力的 不按下快轉鍵 但是 最後我還是按下快轉鍵 然後我就總共八集 我都開了1.5倍數 把全部看完 然後我看完之後還很生氣 我覺得不行 我真的覺得不行 他的 他的各種品質都因為就是 王菲爸爸 就是王菲爸爸的那個經費很夠嘛 所以那個品質一定有 就是拍攝的品質是一定有的 然後布景啊 甚至是演員陣容啊什麼的 就是他都有一定的品質在 那他的劇情我真的覺得不行 他劇情真的不行耶 不是有點失望 是超級無敵失望 然後失望到就是我隔天 我就一直跟我爸媽講說我很後悔 我很後悔看了這八集 就是 他的劇情嘛 就是好猜到 你根本 不想 不會想要看下集預告 就是 你也不會很期待下一集 就是你大概都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而且還是百分之百命中率 然後 就是 也沒有什麼 就是如果要猜間諜啊 猜兇手啊 什麼的 你都猜得到 然後 要猜 就是 他原本 故事設定 就是在講說 他們的 他們的 月球探測戰 感覺好像出過什麼意外 那究竟到底是出了什麼意外呢 你大概 第二集還是第三集 主角還在找答案的時候 你腦袋裡面就有個底了 就是他就算沒有播出解答 你大概也有個底了 然後到後面 然後 有一些懸疑啊 恐怖的劇情 也 我覺得他恐怖的部分做得比較好 就是可能因為音樂啊 然後還有拍攝手法什麼的 所以他 恐怖的地方有恐怖到 但是恐怖大概也只延續了30分鐘 然後後面就又 都是一些很老套的劇情 然後你腦袋裡面大概也都有個初心 然後 就覺得天啊 不會真的這樣演吧 但最後他就真的這樣演 然後他前期鋪陳太久了 他總共也才8集而已 他前4集都在鋪陳 他畫了4集鋪陳 但是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好鋪陳的 你知道嗎 就是我甚至覺得這整齣劇可能 可能做成電影一個多小時就結束 可能還會好一點 對 內心沒有任何的博覽 看完之後我覺得很失望 對 他會預測的困擾 還是就是簡單到不用想 簡單到不用想 真的簡單到不用想 我覺得已經不是 不是我會不會猜的問題 是大家大概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的感覺 所以我從第5集開始看好了 你從第4集開始看 你就是前面前面4集的鋪陳你都不用 你看第4集 然後你往後看就好 第4集往後看 然後後面都開快轉 相信我全部都開快轉 因為他光是探索那個探測站的過程 就是他可能想要營造那種太空人走不快 或者是很懸疑 或者是很漫長很沉重的腳步 所以他才選擇讓他們探索這個探測站 探索這麼久 然後探索得非常之慢 就是非常之龍長 光看他走路你就沒有就沒有耐心了這樣 或是你們可能前4集可以開個2倍速3倍速3倍速好了 開個3倍速 會快一點喔 而且他一集五十幾分鐘欸 快轉也是花掉不少時間 然後跳完寧靜海的隔天啊 我就跑去跟爸爸媽媽講說我真的是有點傷心 然後我就打開了 我就一如往常的打開了王菲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一直滑那個推薦片單 推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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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突然很有興趣 我就因為之前好像看那個 就滑FB的時候 然後看到 看到有人在推薦這個 說這個是經典中的經典電影 然後可是看片名其實不知道內容是什麼 所以我就問了一下我爸媽 然後結果我發現我媽是很少看西洋電影的人 她竟然跟我講說這個很好看 她看了兩三次 然後我爸爸還跟我說 她說這個很好看 很經典 她看了兩三次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來看一下好了 只記得那個吐水設定撞梗 Doctor Who Doctor Who是什麼啊 有被嘴 那個吐水真的是很 就是 它是做的 它特效是做的很厲害啦 可是我真的是 真的是實在哈囉 對啊刺激1995到底是哪裡刺激 超好笑的 然後 就是 雖然刺激1995我大概也有 就是 因為我還蠻會猜 我大概也有猜到劇情走向 但是呢 我覺得整片下來就是不管是音樂啊 或者是劇情的鋪陳啊 情感的鋪陳啊等等的 我覺得都做得很成功 真的是非常之 就是 難怪被人家說是經典作品 真的超好看 我覺得很好看 沒用之事 刺激1995是 1994年上 真的假的 它不是1995年上 那它為什麼叫刺激1995刺激一個毛啊 好笑喔 VVC10集 世界最長瘦的影集 瘦嘎 隔離島也蠻推薦的 最近有出現耶 它也有出現在我推薦片單裡面 這讓刺激1995 很可 不說迷你了 那是1994年上編的 那是1994年上編的 那是 蠻好笑的 竟然是1994年 然後你 反正刺激1995就是 我覺得我看的還蠻開心的 你會很期待接下來要演什麼 雖然我告訴你們 你們應該都有看過 所以我抱了應該沒關係 這個這麼經典 你們應該都看過 就是呢 我在還沒看之前 我就問說 欸爸媽這個是演什麼 然後他們就跟我講說 喔演越獄的 然後我就 喔是喔 是越獄喔 好像有聽說欸 然後我爸就直接爆了史上最大一個雷 我媽 我媽也是 他們在我打開 我在我打開這一片之前 他們就跟我講說 他就在牆壁上面挖很大一個洞啊 然後我就 哈囉這不是應該要我看到那個地方 然後我才會覺得 哇 什麼 他竟然在那裡挖了一個洞 不是應該要這麼刺激嗎 我的刺激1995 直接只剩下1995 沒有刺激 然後 直接沒有刺激 哇 那一開始就跟我講說 喔 牆壁上挖了一個很大的洞 一天挖一點啊 哇 哇 哇 所以我看到那邊走 哇 有個好笑 沒有刺激之後 現在發現也沒有1995 好高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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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還好看 看來是真的好看 他是好看的啦 他真的是好看的 沒有1995也沒有驚喜 瞬間濃縮成X調查 不是 就是我 就是我覺得有一個樂趣是 就是 自從 就是在我打開電影之前 我就知道他會挖洞之後 我就一整片我都在思考 他為什麼要挖洞 然後他在哪裡挖洞 然後他是怎麼挖洞的 他藏在什麼地方 就是 從頭到尾都在思考這個 我覺得還蠻有趣 他是會動腦的 而且 嗯 就是雖然 劇情也 稍嫌老套 可是 就是 不會覺得他很攏場 你不會覺得他很攏場 你反而覺得 主角的思維很有趣 就會覺得 喔 他被關了 他為什麼要做這些有趣的事情 他真的蠻有趣的欸 然後等到有趣到最後 然後一次蹦出來的時候 你就 哇嗚 好刺激啊 這樣 好吧 我現在沒有刺激也沒有1995 好喔 他挖了沒 喔他終於挖了 對對對 就是會有這種想法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我真的覺得蠻有趣的 我真的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那種撲梗撲了很久 然後一次最後爆出來那種感覺 很刺激欸 好啦 蠻刺激的 對不起我沒有小知識 毀掉各位的1995 現在去三窗挖洞刺激2022 這做得好笑 走啊各位 禮拜六去挖洞啦 走啦 不夠刺激可以刺激啊 好唷好唷 今天晚餐就吃雞喔 可以喔 我可以吃雞 好不好 我還沒出生 我也還沒出生 要叫刺激2023 照著邏輯2021要開始挖 不是松菸的要先挖好 大家主隊挖洞啦 所以應該要出片叫刺激2023 主演就是你各位 主演就是你各位 你們要挖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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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挖哪一片牆 先知會我一下好不好 各位自己眼睛 確定不會挖到一般被抓走嗎 的確刺激 超刺激的耶 什麼真的假的 香港是翻成月黑高飛 月黑高飛 土記得藏好 各位 要藏在聖經裡面啊 大家 大家垂直要記得藏在聖經裡面啊 松菸挖到高雄市 你挖太遠了吧 OMG 月黑高飛 越黑高飛 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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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玩到被出鏡的一群人 真夠刺激 好好笑 你們握手會挖隔板啊 一個人挖一點 挖隔板 挖隔板 我就跟姐姐想說 麻煩給我一片那個下面沒有那個洞的隔板 我就是那個完全體的隔板 然後你們下面要握手進來的話 要一個人挖一點洞 然後挖不過了才可以握手 不知道是不是你叫什麼的 我沒有 亂講話 隔板表示 那我不要開門了 對啊 開門的時候 永遠都挖不到 月黑高飛電影 高飛 不是啊 我們又不能帶東西進去 是啦 大概在我第七張卷會挖坡 各位看到 我很笑 我很笑 挖完時間到了 對啊 一個人只能挖七秒 再挖一百張就可以破了 加油 滴水穿石 但是我覺得刺激一月就蠻好看的 那天可能會意外沒收到很多 微禁品 AKA挖頭工具 直接打破隔板 QY 壓克力還要藏褲管 藏褲管 然後到那個松岩外面的圖 然後再放出來 然後那個 過幾天那個 就是那邊的圓釘就會想說 奇怪 我們植物怎麼長不出來 怎麼都是壓克力屑屑 就結論來說 道具還是只能你準備住 市政阿盤 我才沒有 刺激一九九五 不然換成我挖啊 就我可以帶東西嗎 那你們就在外面等一下 你們就在隔板另一端等一下 那個我就努力的一直挖 我從開場我就一直在那邊挖 等我喔 再等等我喔 再等我一下 再等我一下 我快挖出洞了 再等我一下 當然你們不能帶東西進隊列嘛 那我就不能一直挖 因為 再等我一下 然後 然後那個 那個 大概隔天 隔天那一步才有辦法握手這樣 好笑喔 阿爸還有幾集可以挖 糟了 等你挖完就禮拜一了 論舞單握手卷如何被偶像用掉 我在挖洞等我一下 嗯 呵呵 浪漫理論 再一張下一張就挖穿了 下一張 下一次一定行 這次一定行 知名偶像帶頭送煙挖洞 在拍攝 在拍攝 情人節挖 好害羞喔 欸握手會剛好是情人節成一天的各位 好害羞喔 是要挖地道嗎 沒有 我們是要挖隔板 救命喔 這個report怎麼寫 我知道你的握手會report就是 夸號 攀 冒號 夸號 挖洞 結束 你知道為什麼我只有這樣嗎 因為那個洞沒有挖出來之前 就是 我講什麼 你都聽不到 哎呀 這邊多數人是不需要考慮情人節的吧 情人節隔天適合一起挖洞 國樹尼還要說話 那個小碩表示 師母 你們才當 你們都擔心 我才沒有 阿判AKA挖洞仔 情人節就是要挖洞啊 掰掰 冠輪掰掰 report 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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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死了 連被阿判打call的機會都沒有了 松煙對面 別亂挖 我買很多東西 什麼 我明天就去挖 我說多數人他是少數人挖 判挖洞 時間到了 我們不一樣 大家report只能記載阿判 挖洞因子 你們就要 你們就要記錄那個 這樣挖洞 是不是挖到進度幾趴這樣 好好笑喔 邊打call邊挖 吵死了 我會 我會 我真的被檢舉 太吵 那我還要帶那個施工的施工的告示牌 帶才有挖土機 太誇張了吧 以後大家都以為你除了喜歡派人很喜歡挖洞 對啊 我挖洞要做什麼 你們不知道嗎 挖洞就是 就是要挖洞 對 挖洞之後 就可以躲進去 那裡很溫暖 有360度 都是土 很棒 這樣就不愁吃土了 我挖起來的土 會自己吃掉 這樣 給你各位挑 野外求生系偶像 麵攤黑人走出來 直接把隔板拿掉 兩手一攤 對 這樣我們現在強制每個人report要編號了吧 才能追蹤進度 對啊 到時候有人打錯進度 你就可以去糾正 欸 我已經在你前面握的 挖洞 然後這邊推坑啊 挖了一個洞 然後把你推進去 然後再挖下一個洞 再推下一個人 這樣我的M3坑就會越來越大 沒錯 原來是這樣子來的 物理坑 物理推坑 雖然我現在也可以學野外知識 很好 沒有問題 我們從明天開始就去物色 我明天就去物色挖洞工具 你們這次握手會就會看到桌上不是擺勾力醬 這次桌上是擺挖洞工具 好可怕 打錯進度會有壓克力成長 挖了一個洞才有千千萬萬個洞 物理推坑 握完就出坑惹物理 不行 這畫面有點驚悚 為什麼會然後桌上有一個那個 那個 這樣子放一個箱子 打開裡面都是工具 可愛 可愛 不是握手是拿著工具開始挖洞 欸欸欸欸欸 挖洞可以挖出一道世界地道 這要是是啦 挖洞會不是握手會 你去跟日本街 休憩的哈馬 休憩的哈馬 變成握工具會 這麼一所我房間買了新的 我房間有了新的時鐘 然後昨天媽媽就在幫我掛 然後幫我掛的時候 然後就是先釘那個掛鉤 就是掛中 後面會有那個掛鉤嘛 然後他就拿那個鐵錘 然後扣扣扣扣扣扣扣 然後才發現我沒有拿過 我沒有拿過鐵錘欸 然後我把它一放下來 然後我就很興奮的 哈馬 對 你們放著小偶像有點乖乖的 我就昨天就很興奮 然後拿著哈馬這樣回來 我就 是哈馬 可愛 可愛 是索爾 我是索爾 怪手會選我正解 莫名的很興奮 哈馬的是 好的我們刺激1995的話題要結束了嗎 今天直播有辦法都在聊刺激2023欸 怎麼會這樣子 鐵錘偶像 後來我還追了什麼欸 後來 刺激 姐姐我看完之後 我還看 我好像就沒有看什麼了欸 那之後就沒有了 那之後就沒有了 那之後就是一直在練三週年 對 就是 這個禮拜的行程就是 一直在練習 在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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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直在練習 頑張ります とにかく頑張ります 握手會可以捶我嗎 鐵捶我自備 QY 先不要 現在是挖完洞 接著要鐵捶嗎 沒有問題 施工現場 那我馬上把那個握手會的衣服換成工人裝 有一部劇叫月遇啊 你可以試試 說到那個 李奧納多皮卡丘 就是呢 我以前其實覺得西洋劇就是 我每個人都不認識 就是那種很厲害的演員 我也從來都沒有一個是認識的 然後前幾天我哥就 就是我哥說 什麼你竟然不知道 李奈納多皮卡丘 然後 好像是我哥還是我媽 就問我講說 你難道沒有看過鐵達尼號嗎 然後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對我其實我沒有看過鐵達尼號 我看的是新的鐵達尼號 就是 後來電影台會播的那個 電視上 電視上上面在播的 就是 新的鐵達尼號 而且你們知道我從哪裡開始看的嗎 我從那個 船撞到冰山那邊開始看的 不是因為轉過去剛好 他就已經撞到了 他就已經要乘船了 所以我就真的只看了那一段 反正那個前面不是都是愛情戲嗎 我對那些沒有興趣啊 那至於他乘船會怎麼做 我就非常之感興趣啊 大家如何逃生這個 我就很有興趣 所以就 我真的是從他撞到冰山之後開始看的 然後就一直在看他們逃難 哇 要死掉了 船要沉了 這樣 對 我只看了那一段 所以我其實也不太記得那個男主角長什麼樣子 因為 很刺激 刺激鐵達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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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當災難片再看 啊水好冰啊 船撞冰山才是重點 我一直以為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我從頭到尾 個人就沒有看到那個 I'm looking of the world 我從頭到尾沒看過這東西 就是你轉過去才撞到 比1995還刺激買 對 好刺激 披上我挖了一個洞 沉船之後就慢慢活在水裡生活了 我就看到那個啊 我就看到那個電影 最後就是 呃 就是他想要描述海上死了一堆人 可是那個怎麼看都是那個 就是很像服裝店的那個人體模型 然後浮在水面上 然後就 這樣 我看完了 我看過鐵達你好了 這樣 對 這樣講起這一段 很好笑的會議 然後 我們就繼續在聊那個 那個 李奧納多皮卡丘 然後 你們知道我為什麼現在認得 就是剛剛有人跟我講那個什麼 隔離島 是李奧納多皮卡丘演的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就是因為最近也有一部電影叫千萬別抬頭 然後千萬別抬頭的那個 的那個封面呢 封面圖 就是李奧納多皮卡丘 就是有人跟我說那個是李奧納多皮卡丘 然後我就記得那張臉 因為我每天打開網飛我都會看到那張臉 然後看到那張臉之後呢 有一天我在滑 推薦片單裡面看到隔離島的時候 我就 這人長好眼熟 然後我就拿去問 我就拿去問我爸媽 是不是李奧納多皮卡丘 對 他就是李奧納多皮卡丘 對 千萬別抬頭好像還不錯看 千萬別抬頭也太好笑 你是感性跟著沉浸北大西一樣了嗎 對啊 我沒有感性 我是李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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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冰山挖個洞就沒事了 對啊 欸我挖個洞 他船就會從那個洞過去咧 唉 果然還是要挖洞 你有夠會破壞氣氛的 我真的不知道前面在演什麼 我從來不知道鐵達尼還有前面在演什麼 不過那裡面皮卡丘變胖 每天複習有助記憶 不 你全家都叫他皮卡丘嗎 是啊 我全家都叫他李奧納多皮卡丘 所以他叫什麼 李奧納多皮卡丘 是嗎 皮卡丘 是嗎 聽起來蠻像是這樣的 在冰山挖洞那是什麼奇異博士嗎 很像喔 艾若斯生雞雞了 我只知道那是 淒慘的愛情故事 我也不記得耶 我真的沒有看過鐵達尼還有前面 艾若斯要氣瘋了 皮卡皮卡丘 你已經進化成李奧納多雷秋了吧 我們再講下去 被艾若斯 艾若斯的血壓一路往上 千萬別抬頭 我原本有想看 就是因為聽說很好看 但是我後來聽人家說他好像其實 比起災難片比較偏政治片 我就不想離開了 我比較喜歡看宅男片 迪卡 迪卡 迪卡皮歐 皮卡 皮卡迪歐 李奧納多皮卡 還是叫皮卡丘比較快 原來冰山裡有雷之石 現在是什麼電 那個電影大雜營 我在冰山挖了個洞 拯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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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拯救了一艘船 然後我就進化成 就進化成雷秋 然後進化成雷秋之後 抬頭 看折雲屍 這樣 大家巴巴 我先去送燕花洞冷靜一下 欸 災難片 抱摩天龍 欸我很喜歡看柯南的電影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就是 災難片 我要笑死 柯南電影就是災難片 好不好 他到底哪裡有推理 根本沒有推理 就是災難片 柯南電影就是災難片 送燕還是別亂玩 我買很多給小偶像的禮物 喔跟你們講 我昨天晚上做的夢也很荒唐 也是災難片 我昨天晚上夢到就是 就是我還住在吉隆 然後我就夢到就是新聞講說什麼 這兩天可能會有大地震 然後可能還會有巨浪襲來 然後就請民眾要注意這樣 然後就我就跟我朋友 我就跟你一個 一個大學的女同學 然後我們就走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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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結果突然就開始地震 就這跟新聞講的一樣 然後就開始大地震 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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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然後我手機警報就一直響一直響 然後響了之後 就是我們就遠遠看到 感覺那個 感覺那個水在退 然後我們就想完蛋了 這個在書上學過 這個就是浪等一下會打上來 那怎麼辦 然後結果就看到另外一個女同學 她就一直往那個 就是往海岸線的反方向一直跑 一直跑 她就說我們要跑越遠越好 然後就講到這種時候 你往遠處跑 應該沒有用 我們往高處跑吧 然後我們就 就隨便挑了一棟建築物 我們就講說 反正也不是海嘯 她只是說浪會比較大而已 那我們就躲上去就好 然後我們就衝衝衝衝衝衝 衝到四樓 然後就是這邊有一段很不重要的劇情 就是我同學問我說 可是她可不可以先去上廁所 然後就跟她講說 可以啊 我覺得那個浪打過來之前 應該還有個幾分鐘 你應該可以先去上個廁所 超不重要的劇情 然後她就去上廁所 然後我們就衝到了五樓 然後衝到五樓之後 然後結果那個浪就 就啪啪啪 結果我們就感受到 建築物也有點搖晃 可是那個建築物就是 有點像商場 所以裡面的員工 不知道為什麼都還是上班 他們還是一樣按兵不動 這樣 然後我就 然後我上次還看到就是 那個 那個 他們的置物櫃那邊 還放了機車的行照 然後我就 不是放了機車的車牌 是汽車車牌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那時候還在 我還在夢裡啊 然後我就會想說 嗯也對啦 這樣子如果淹水的話 至少車牌要保著 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車牌要保著 但至少車牌要保著 然後 然後夢到這邊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浪就一直打 然後大概過一兩個小時之後呢 就是 我們也沒事 都相安無事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看 然後我就看那個 手機新聞 手機新聞 就是這些都是夢 大家不要誤會 這都是我昨天晚上夢到的夢 我昨天夢很長 然後 我就 夢到那個 就是夢到我繼續看 然後看手機新聞 然後手機新聞就講說 現在已經安全了 然後 我跟幾個同學 然後我們就 打開 然後我們就打開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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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五樓 五樓 桃生門 然後打開之後 然後我們就看到外面那個浪還 啪 啪 啪 這樣 然後 然後 就是那個地上啊 那種露天廣場 都還是 都還是積水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看著遠方的浪 然後我們就 喔好嗨喔 然後還拿手機錄起來 然後錄起來的同時 因為旁邊還有一些積水 然後結果風一吹 然後啪 然後我們就全濕了 超好笑的 超霸氣的 然後我們就 還在錄我白色 全濕了啦 然後 後來我就接到 後來我就 就是 這邊 這邊全部都是夢 我的夢真的超長的 就是 我還夢到就是 後來我媽媽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就跟我講說 我媽媽就跟我講說 那個 就是我還好嗎 然後我就說 OK啊 那我們等一下會合 然後我就好 然後我就說 那我去做捷運 然後我去 然後我醒來之後 我才發現 不是阿 基隆又沒有捷運 然後 算了 反正是夢阿 不真實也 不真實也是很正常的 然後 我就去做捷運 然後做捷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很多同學 就是都是我們學校的同學 然後大家就爭先口後 想要上 就是想要上捷運 這樣子 然後就月台很多人 然後我就遇到一個認識的同學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欸有幾扇門不要靠近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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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問說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門不能靠近 我們 坐那個車廂不好嗎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那個捷運的那個車廂門 他就叫我看那個門 那邊 他就講說 你有看到那邊有兩個小盒子嗎 我說那個是什麼 他說那個盒子是人家放的炸彈 什麼什麼炸彈 什麼 然後 然後 那個 然後 我同學就跟我講 我們去前面一點的車廂 比較安全 我就好 然後 很奇怪對不對 就是我的夢超奇怪 各種災難 有夠好笑的 然後 我們就 順利的上了車廂 然後 上了車廂之後 因為人太多了 然後就各種走散 然後走散之後 我就終於在某一站跟媽媽會合了 然後 會合之後我們就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到底要逃去哪 反正就是媽媽就跟我講說 我們要去坐一台巴士 然後我們就捷運轉巴士 然後巴士上了那個高架橋之後 我就看到遠遠的 因為地震很多房子壞掉啊 然後因為那個就是 海浪衝過啊 然後到處都亂七八糟的 在高架橋上面這樣子 就是車窗看出去 然後 然後 我就會跟我媽開玩笑 我會講說 這如果是災難片的話 就是如果我們現在身處的世界是災難片的話 感覺下一秒高架橋就會斷掉 或是我們的車就會被人噴出去之類的 然後 就下一秒我們的車 我們的車竟然就噴出去了 我們的車 就竟然就真的噴出去了 就往那個高架橋的外面 然後就噴出去了 然後我們的車就 跑到那種山坡地 然後就這樣 然後奇怪 車上的人也都沒有事 那就這樣 然後掉下去之後 然後掉進水裡 然後掉進水裡 然後我們就 然後起來之後 我們車上的人也都沒事 然後跟媽媽就逃出來 從車 從車裡面逃出來 然後逃出來之後 我就看著那個世界各種亂七八糟 然後 然後我只有找到我媽媽 然後我就醒了 很好笑欸 我不知道 我就夢了一堆奇怪的夢 然後 對反而到這邊我就醒了 然後我剛才少講一個 我跟我朋友 就是我夢裡面 跟我朋友 躲在五樓的時候 我們還在講說 如果等一下 不信那個浪還是超級無敵大 我們還是被淹住的話 我們要記得 你們會不會游泳 然後他們就說他們都不會 我就說沒關係我也不會 但我們現在可以開始看水母飄的影片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五樓看水母飄的影片 超好笑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到底在看什麼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我們夢到底為什麼這麼好笑 真的很好笑 現在去 我們趕快看什麼水母飄的 超有用 這對 這就是我昨天晚上做的夢 DES 結論在那片看太多 對 我終於講完了 對 我終於講完了 馬利歐曬車 夢是潛意識的投射 所以阿潘想炸捷運 我才沒有 從天災變成人為災難片 能完全記住的你也是很不簡單 對啊 你不可以再看柯奶奶答應我嗎 哈 哈哈 你看 睡前看在那片 還好笑 我播了一個小時 就是我昨天做的夢 我今天做的夢也很奇怪 我前天好像夢到我有很多零食要分大家吃 然後我打開我的零食包包 然後發現裡面的蘇打餅乾包 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爆開了 然後還有我包包裡面都是碎片 然後我就只要請人家吃 我就會請人家吃 那個夾心酥 就是某櫃派 某櫃派 對對對 心櫃 對 就是那個 因為我不喜歡吃那個 然後我就把那個都分給大家吃 然後我記得好像還夢到什麼 我房間地板都是棒棒糖 然後我要去 我就很開心的彈起來 然後要撿棒棒糖起來吃的時候 然後我就醒了 然後醒來才發現我已經把我房間的棒棒糖都吃完了 我最近的夢都很奇怪 年齡是有災難 結果他改看今天一 要大之前麻煩IG說一下 那天不去台北 一覺醒來野生求生技能點賣也是不錯 我一覺醒來就會水母飄了 各位 我在夢裡看了影片 從災難片片生活喜劇 我的棒棒糖 這也是災難好不好 醒來之後 我發現 我發現我的 那個 我發現我床邊放零食的車車裡面已經沒有棒棒糖了 因為我之前 就是從公司拿的橘子棒棒糖都吃完了 然後我醒來之後 我就覺得很 我就覺得很小崩 然後我就做了一件事 我就打開了 那天補給站 就是餅乾 牛奶餅乾 然後我就吃了兩塊餅乾之後 然後又躺回去繼續睡了 對 你記得了 醒來發現現實更加災難 說 我沒有棒棒糖 所以我就起床吃了餅乾 然後又回去睡覺了 對 嘿嘿嘿 我今天一直講話 你們知道前幾天台北有地震嗎 就是那個 不是台北有地震 那個花蓮有地震 只是聽說台北好像只有抖一下 但是抖那一下我就 我就崩潰了 因為我回來 就是我那天人在外面 然後沒有感受到地震 但是我一回到房間 我房間就有災情 就是我的那個 掛在外面的衣架上面 所有衣服都掉下來了 阿誠掰掰 你確定不是你在做夢 不是啦 前幾天不是真的有抖一下嗎 抖內一下 嘿嘿嘿嘿 不是那個 不是 不是抖內 我是說 不是抖內 不是抖內 反正就是我房間衣服掉下來 然後轉去買了新的衣架 DIS 不是 不是1月1號有個大地震嗎 1月1號不是有個很大的地震嗎 然後那天不是手機警報 我就沒有想 是1月1號嗎 我有點忘記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那時候剛跨年玩的幾天 然後有一天有地震 然後不是震很久嗎 然後 那天其實我原本在睡覺 然後就在睡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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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感受到 在搖晃搖晃搖晃 然後我就想說 是地震喔 然後我就默默的張開 張開眼睛 然後他又繼續搖搖搖搖搖 然後我就想說 反正我住3樓要逃應該很快 然後我就看了看 看了看房間的東西也都沒有倒 嗯好像還好 然後我就想說 那他再搖一下 我就要起床了 好 然後結果他真的繼續搖 然後我就默默地從床 我就離開了我的床 然後我就站起來 然後我站起來發現自己其實也沒有站不穩 那代表這個應該是不會怎麼樣 然後我看我東西也都沒有到 然後我就想說 那算了我要躺回去睡覺了 然後結果我就聽到 我就聽到那個 聽到好像好像 好像一樓有東西掉下來還是怎樣的 然後我就默默地走去我房間門口 但這個時候我還是覺得 應該沒事啦 反正我是3樓 我要逃也是逃很快 所以我最後我就只是走到了我的房門口 然後走完之後 然後我就回去然後躺下來然後繼續睡覺 安穩des 1月3號 記得一次地震是在傍晚 那時候頭感到一陣頭暈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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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近期來感受到最恐怖的地震 也不是1月3號那個 我覺得近期感到最恐怖的是 烏梅那一次 是公演那一次 那個真的是很可怕 大家還有印象嗎 那個那個 那個不就可怕吧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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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地震超可怕的 烏梅那一次真的有可怕 而且烏梅那也是老房子 QI 你在後台那次 對啊 那個超搖欸 那個很high欸 我就從頭到尾都握著門吧 要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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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座位 他還在地表為之震動 那時候才唱到第二首而已 好不好 那次真的蠻大的 希望旁邊粉絲也太激動了 才能拍他撿 他來一層樓不會倒 超可怕的耶 我那時候想說 完蛋了 這房子很老耶 我要不要先跑 我今天都在聊災難話題啊 好好笑 至少可以跟小偶像一起被買 哈嘍 我覺得你的夢比較可怕 是嗎 有嗎 我覺得還好啊 而且我在夢裡 我都沒有覺得很可怕 就是這個夢其實極其真實 然後我醒來的時候 還有一種 喔 這邊才是現實嗎 的這種感覺 但是 很意外的 我在夢裡都沒有覺得害怕 我很鎮定 酷喔 那我們的地道怎麼辦 被賣起來了 小偶像不想跟我們賣 我夠免資 好的 我已經播一個多小時了 各位 我們 禮拜六禮拜天 就算現場見不到 也要線上見 OK 還有那個二月公演 要記得來看 OK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一月生血針也OK 不對啊 那兩根柱子應該不會佔位子 又沒用吧 下次要聊 比災難更可怕的事情嗎 不要啦 比災難更可怕的事情 是不是就是幽靈了 不行 我不能接受幽靈話題 不接受靈異 不用怕消防村隊在旁邊 會先救到我 是不是 打掃房間時間 沒有在打掃時間 我要 我要去洗澡 然後睡覺了 對 我今天的運動量太大了 今天的運動量已經夠了 現在已經要去東眠了 我最近買了一個新貼圖 然後裡面就寫說 你是找不到他的 欸 到底有沒有人在用野生喵喵怪啊 就是 那個貼圖野生喵喵怪 就是貝貝小金龍 就最近他出了一個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 你是找不到他的 他還在東眠啦 我是說不介紹靈異 不是不介紹靈異 喔 那天真的去他直播玩很久 很好玩 你們知道嗎 他過生日那天我跑去他直播 我邊吃小夜邊看他直播 不介紹靈異 不介紹靈異 一天沒睡15小時都算太少 今天的運動量太大了 不行 要去睡覺 我跟他們說 我最近 我最近 終於終於終於更新了 文浪Live的那個生日 就是聽說好像有人 好像有的成員的生日 但是被誤植成錯誤的日期 然後就有人去跟姊姊反應 然後姊姊就統一去改了我們所有人的生日 所以我終於在Live上 終於是有生日的人了 然後我就想說 就是我正在改那個公司照的時候 就是我在更改公司照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要 那我要順便來命名一下我的粉絲團 但是我發現一件很厲害的事情 就是我找不到的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命名粉絲團的地方 我就是突然想起來 我真的一直被大家提醒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一直會忘記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今天都特地打開LongLive 到處找功能了 那我就是要來 設定我的粉絲團名稱 然後我發現找不到 我找不到 他到底在哪裡啊 他到底在哪裡啊 我找了好久喔 我真的找了很久啊 我的天啊 我找不到 有人可以 有人可以等一下我下播之後 那個小盒子我一下嗎 還是那個是要 那個是 那個是要 是要在 在直播上才可以改的嗎 那投票嗎 還是決定好了 嗯 可以投票啊 我們可以下次來 可以下次來 命名 問成員吧 好啊 好啊 下播才能改 好的 我一直 我還在想說 該不會是什麼 上播才可以用這個功能 嚇死我了 想說奇怪 為什麼我一直找不到 我再去問問看別人好了 好吧 可以問一下 斯亞堂主 斯亞超忙的 你們不知道在哪裡改 我真的那天真的 煩超久的 煩到很生氣 好的 那麼我等一下就要去洗澡睡覺了 還要洗頭 還要出頭髮 哇 哇 傻熊是誰 什麼傻熊是誰 我可以問誰 我去問問看哪隻 你 請常年要改粉絲團名 我會努力記得這件事 還是只洗瀏海就好 婆醒 婆醒 我昨天也沒洗頭 啊 傻熊等於熊妹 我這個是我 這一次 因為我 我的生血症 這次是 特點是跟熊妹一起拍 然後我真的很難得的 一整天都在跟熊妹聊天 好久沒有跟她聊天 好開心 我們都是 我們之前聊天 都是因為那個 就是 生日會之類的 才會聊到天 然後 因為後來分組 不同組 就很少跟熊妹聊天 結果 就很難得這次 這次拍生血症 跟熊妹一起拍 然後一整天都在跟熊妹聊天 超好玩的 欸我真的覺得熊妹這次 熊妹這次那個 那個生血症 就她這次 妝有點不一樣 就是 老色我幫她貼那個 雙眼皮貼 老色我幫她貼雙眼皮貼 這樣 然後 好像好像還有什麼 妝有點不一樣 反正就是 她那天就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她那天真的是 長得超可愛 我覺得她那個妝超好看的 然後我手機裡面都是熊妹貼 因為我都在幫她拍照 哈哈哈哈 我那天就是一個 熊妹 熊妹幫我拍照 哈哈哈 阿龐幫我拍照 好 我來了 我現在手機裡面全部都是熊妹 我還要找時間清容量 我根本說我手機容量真的快爆了 全部都是 滿滿 都是照片 都是拍生血的照片 很多欸 很可怕欸 尤其是那種什麼自拍照 自拍照 自拍照的那種就是 永遠就是會有十幾張 然後你十幾張 你又不可能全部都PO 然後就都放在那邊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阿姨敢滿滿的敘述 他真的很可愛欸 新年到了該清了 真的超多的 超誇張的欸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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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欸 這還只是一部分嗎 這麼多欸 天啊我真的是要瘋 我真的是要瘋 我真的是要瘋 還有欸 阿下面是熊妹 阿這邊是我 太多了 太多了 好不能再滑了 再滑就會看到其他月份了 虛不讓你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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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都長得差不多 但是我覺得這樣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露齒笑也蠻好看的 好這個是沒有修過圖 這個是沒有修過的 這是另外一張 我還蠻喜歡這張 聽說二月超級香 二月是哪一個啊 二月喔 喔二月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啊 二月蠻可愛的喔 二月蠻可愛的 這個是幾月啊 我不知道 看一下 等一下我算一下 嗯 建議你們 懂齁 良心推薦 良心推薦 我不爆雷 但是我 同手無心 大家 記得 這個月份 要 加油 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大家加油 阿潘同手無心 同手無心啊 這個很厲害 我自己都在想到底要發多少便宜 哈哈哈哈哈哈 哈囉二不能跳過啦 但是 三真的很厲害 三真的很厲害 好啦我已經播了快一個半小時 來念榜好了 我看一下手機相簿裡面還有什麼可以跟你們分享的 最近的事情 最近發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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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帶哥麗獎去洗澡的 很可愛 我幫他拍網美照 你不覺得哥麗獎超可愛 我幫他拍網美照 超可愛 嗯 喔對喔 企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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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應該還沒說到吧 但是企鵝企鵝我簽好了 先偷偷塗透一下 塗透一下 其他我不透 我就透這隻企鵝 就這樣 你們不要想知道那個 不要想知道那個 其他地方長什麼樣子 但是我塗透就到這裡了 哈哈哈哈 我企鵝企鵝 塗透就到這裡了 就是我突然想畫 然後就出現了 這個 對 好的 我就塗透到這裡了 其他我就不透露了 沒錯 好的 那我也快播一個半小時了 我要來念版了 哈哈哈哈 企鵝叫聲又說 啊啊啊啊 哈哈 先看到企鵝才看到阿盤 欸企鵝也不錯好不好 好的 我要來念版了各位 今天第15名是朱里恩 寫朱里恩 第14名是冠輪 寫冠輪 第13名是ブラックビット 寫ブラックビット 第12名是會香 寫會香 第11名是小碩 寫小碩 寫小碩 第9名是用戶名不能是空白 寫是空白 第8名是邦為 寫邦為 第7名是中銀 寫中銀 第6名是浩毅 寫好毅 寫好毅 然後再來第5名是Martin 寫Martin 第4名是本丸 寫本丸 寫本丸 什麼本丸在嗎 什麼本丸 本丸你很安靜耶 本丸 HELLO 再來第3名是姚寫 寫 第2名小謝 寫小謝 第一名是HAPPY LOVE 謝謝HAPPY LOVE 什麼本丸 本丸竟然在嗎 你也太安靜了吧 本丸 那本丸一直都這麼安靜 好的 今天的直播 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我們禮拜六見 禮拜六 禮拜六 禮拜六見 禮拜六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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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 拜托 小碩 你不要再那個音調囉 好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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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蹤影明天生日喔 真的假的 明天生日快樂 明天生日快樂 蹤影生日快樂 你可以先把這個 留起來好晚一點再聽 蹤影生日快樂 如果在現場看到我 就是進場了 你在講廢話嗎 哈哈 大家記得握手會的 握手會第一天 我是穿黑白色系 然後第二天是穿夕陽制服 好的 情報就到這裡 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拜拜 來去一些辛苦 大家也要保重身體 注意健康 不要早點 不要感冒 拜拜 我猜我今天也會睡到晚上11點 然後去買超商的芝麻流沙包 我最近很喜歡吃超商的微波的芝麻流沙包 就是這麼小顆 然後有三顆 如果大家想要量子糾纏的話 可以去附近超商找一下芝麻流沙包 我最近很喜歡吃芝麻 對 我可能會睡到晚上11點 晚上11點見 拜拜 你們就會看到在IG上面到處滑了 可能11點才會起床 最近都這樣 拜拜 拜拜